欢迎回到Irene幸福相谈 我是Irene 陈矮玲 今天的幸福时间呢 就是到了我们亚丽老师的时间呢 我们的沟通跟我们的幸福 绝对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要请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再来复习一下 我觉得沟通好的话 就是说即使天气热 也不会吵架跟大家 但是沟通技术不好的话 像这种天气 我看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好商量了 我觉得其实沟通真的是 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沟通 真的是值得好好的去学习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像亲子沟通啊 夫妻沟通 尤其是这种近距离的关系 那沟通的那种距离 真的不容易掌握 还有沟通之间的一种 整个的一种 怎么讲 将心比心的那种同理心 真是需要好好的练习 跟好好的学习 所以亚丽老师 其实跟我们分享 就是人际沟通的一些 秘诀啦 那这么几年 三年来了吧 快要三年的时间当中 每一个月一次的这种沟通课 其实 不要说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关注朋友吸收什么 但对我来说绝对是有效的 最重要是知道就要去实行 然后实行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是说 马上老师教的 我们都可以做到 但是就是不断的练习 不断练习 有的时候真的是 明明就是知道了 做不到很痛苦你知道吗 就画到嘴边的时候 就还是冲出去了 特别是 就是因为身边的人很亲近 你会觉得说又怎么样 讲错又怎么样 你也没有办法拿我怎样 对不对 就是特别是 我觉得像我们对于小孩子 容忍力可能比较高 然后对父母亲的容忍力 就比较低 你有这样吗 他们都说 就是一代 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下寝的 下寝的所以就是说 父母对孩子的包容 孩子对他自己的儿女的包容 就是说一代比一代 就是说包容的尺度大 所以说 所以都不是逆行的 逆行的就是说 对父母你可能不耐烦 但对自己的儿女 那还有你的父母对你的儿女 就可能更疼爱 更包容 这就是说问题的来源 我们觉得我们对女儿很多包容 儿子女儿很多 可是他就是反过来就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烦 就是那个他会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理所当然 是这样吗 当然有可能 我觉得就是说 孩子对父母的爱 我觉得就是说 父母的爱通常都变成 一种负面的唠叨 或者是一种要求 或者是小孩子觉得控制什么的 对可能就是说 这就是说沟通最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爱他 然后你怎么能够关心他 却不露痕迹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值得学习 就是说你要always都在那里 但是却让他感觉到 没有对他有一种 就是说监控感 然后你always都要在那边 有一双肩膀 但是你又不能经常出现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亲子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需要谈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其实是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社会事件 就是怎么样控制情绪 面对这个自己愤怒 非常愤怒的时候 或另外一半非常非常愤怒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去趋吉弊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亲子关系当中父母亲 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 是要扮演一个保护者角色 可是现在父母亲很多种类 等一下要分享一下 怎么样是适当的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 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度的爱他 反而是害了他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那个 这个愤怒的议题 刚才讲到那些很 我觉得就是因为社会事件 就是因为擦枪走火 很少是预模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很多的那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还是涉及到一种沟通 就是说像恐怖情人这些人 就是说其实基本上来讲 他从小其实对于情绪的管理 沟通的教育其实就很差 那然后就是说 你看我们看那个杂志里面写 就是说像这种恐怖情人 通常就是说 他其实里面有一些 不平的因子或不安的因子 但是如果你不用过度的一种 强烈或者很激愤的方式 去跟他刺激到他的因子 其实他还不至于就是说 忽然间爆发的那么激烈 所以你看那个 就是说他这个很多 在讲恐怖情人的这种 就是说分手的时候的处理 其实都涉及到一些 很细微的沟通技巧 像你不要用言语断然的 就是说刺激他 然后拿一些反话去攻击他 或者是去挑递他 让他一再的被激怒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都是涉及到一些 说话的技巧 就是说去 就是说即使分手 应该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分手 就是说当你讲话过度的刺激 或者是你的分手断然的不得了 然后非常的决绝 你做得非常决绝的时候 其实什么样的人 可能都会被你 就是说刺伤到 何况是有一些不安因子的 或者是情感教育 或者是情绪管理 控制不良的人 其实意思就是说 其实不要给那个 就是说燃火线 一个引爆的机会 对 这里头有两个 两个牵涉的对象 一个是就是那个受害者 就是那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加害者 一个是受害者 那如果说是 你是加害者的父母亲的话 就是不能说父母亲 家人的时候 你刚才讲说 从小就发现有一些 种不安的因子 对 怎么样观察到 是不安因子 那怎么办 我觉得小孩子 你看得出来 我们在学校里也看得出来 就是于是小孩子 他的个性非常的极端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里面有一种 躁动跟不安的因子 我觉得那是来自于 可能父母的家庭里面 就没有给他一种 很正常的一种 情绪的沟通 跟管理的方式 就是说比如父亲 对母亲的态度 就是非常的暴烈 然后常常就会暴力的行为 其实他会从这里面 得到很多解决问题的模式 所以就是说 假如父母都很平和的 其实孩子遇到 很激烈的问题的时候 孩子会用一种 比较平和的方式 因为孩子的情绪模式 拷贝父母嘛 所以就是说 当父母用一种 很暴力的方式 或暴力的语言 去刺激彼此 然后母亲就被父亲打了 或者是攻击了 小孩子很容易 从里面得到 就是说不如意 或者是失去了 或者是面临 就是说有失去 关系的危机 他就出手打了别人 也可能打得激烈 或者是什么就打伤了 或打出问题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是跟一个家庭的一种 从小的时候 对于情绪的一种教育 跟父母及时 对孩子引导的一种 就是说怎么处理 关系的破裂 关系的伤痕 或者是修复关系 这个东西还是跟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的那种教养方式 跟父母的一种 情感处理模式 还有智慧 其实是有关系的 小孩子他不会 莫名其妙的学到 就是说要拿刀子去砍人 或者是打人 这种事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家庭 有的时候是不是 或者是一个外界的环境 我觉得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小 一定是第一 开始接触的一定是家庭 就是说比如 你还很幼小的时候 其实比如你看 三岁五岁的孩子 也许今天您父亲 强烈的打他 就是说暴力 打自己的孩子 就是说一个被打过的孩子 其实他很容易被唤起 就是说打是一种 制止问题发生 跟改变行为的模式 所以他就会用打去 纠正他的女朋友 就是说要是你背叛我 或要是你劈腿 或要是你说了什么 言语刺激我 我不高兴 我其实就用打来处理你 因为我父母是想打我的 所以表示做错 然后唯一的方式 就是去用暴力 因为语言暴力 跟行为暴力 其实都是被开启 或者是被 就是说被教导的 然后我们是从中间 学习到这种 处理问题的模式 所以就是说 假如父母都非常的平和 两个从小都非常温和 非常nice对不对 那然后从小 在很多的地方 都给你一种安全感 然后给你一种 处理问题的一种 良好的方法对不对 其实你不至于 就是说会被唤起 就是说用暴力来解决 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说朋友不如意 你就出手打他推他 对不对 然后女朋友要离开你 你就拿刀子砍他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不是忽然 从天上冒下来的 一种模式 那模式一定都是 有长久以来 就是说在你脑海中 一定有被开启了 然后你有学习到 然后有被 就是说暗示到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模式 那如果这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已经发现 小孩子有这样子的 情绪暴力 行为暴力的迹象的时候 怎么样子来 协助他改变呢 我觉得其实都还是要去跟那个 就是说专业的智商还是要去做 我最近因为出书的关系 我有听到一个家长 他来跟我求助 他跟我说 他的问题很特别 就是说他们家老大老二之间 就是老大出世以后 老二出世以后 老大就整个人变了一个人 然后就是说老大一直觉得 就是说小的出生以后 爸爸的爱全部都被分散了 然后他就出了很大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他非常的激烈 就是他撬家 然后十几岁就在外面 已经跟别人同居 然后辍学 那个反应实在是超过了 我听过的案例 都有手足吗 很多人手足是 是兄弟姐妹正常的 对 而且是他要求母亲 帮他生一个妹妹 结果妹妹出世以后 他的反应大到母亲 已经不能解决 然后前几天他的妈妈 就传了一个图案给我看 上面就画了一根棍子 然后把他妹妹就吊死在上面 然后他就说 是孩子画 哥哥画的吗 他那个姐姐画的 姐姐说 我今生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妹妹 然后已经恨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我今天又写了一篇评论 我就说那个比较 这种东西是要处理的 就是说孩子的比较 有的时候会带来 很强烈的一种 但是父母常常觉得手足 有什么关系 把你跟妹妹比 把姐姐跟妹妹比 说妹妹很乖你 你真的是逊色了 或者是妹妹出世 这种话是不能讲的 对 对 你看他都会想说 画一张图片 就把妹妹钉死在上面 然后他自我放弃 自我牺牲 然后自我什么东西都不在意的 只是因为他觉得妹妹取代了他 我觉得这个反应 其实都是父母死在位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当然我们的小孩不见得会碰到 对 就是这么极端 但是就有这种要提醒 要提醒 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手足之间的竞争 也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暴力傾向 也会出来 所以父母亲真的 我觉得很小心 我自己小的时候 不是小的时候 我有两个弟弟 所以我们感情蛮好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说 手足这个 对 我也没有想过有这么强烈的 那后来我自己要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真的有特别照老师 照书上讲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期待 然后让他可以变得 有弟弟妹妹的出师 有弟弟妹妹从你怀孕的开始 就要准备他 而且要分享分享再分享 然后同时要比如说要有一个规矩 比如说在家里小的时候 你就说小大的 常常就说大的要让小的 可是不能够只有一面的 不能这样子 小的要鼓励小的要听大的 然后一起玩分享 绝对不能够一面倒 只要这样子 半年一年两年 我跟你讲 爸爸妈妈这样子一面倒的话 反而就会伤害了孩子 没担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